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要幸福 再要体面 她是一个出身家庭还不错 但是家到终多 工作不是为了梦想 只是为了尽快把张婉姓 经历了很多事情 一点一点成长了一个女性 贾能孙她是学建筑的 所以就特意地去找建筑的老师 去跟她咨询一些 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每天拍得很开心 导演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 就像上下班一样 早上来上班 然后收工的时候 导演说你可以下班了 角色的话我很欣赏里面 我小姨是袁权老师实演的 她里面的这个人物 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导师吧 贾能孙她是很仰慕她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困扰的时候 我都会希望得到她给我的建议 有你是我妈的父亲 她在家里遇到事情以后 她一直都让自己很坚强地 去扛着这些事情 然后一直在忍着这些事情 麻烦你了 小姑娘 你太年轻了 处理不了你爸爸的事 把你妈妈叫出来 我来和她谈 我妈不舒服 现在这个家里 就是我说了算 要不你就跟我谈 要不你就走 直到说小姨回来了 突然有一个主心骨了 什么情况 跟我谈 小姨 在那一刻她才有这个机会 让自己释放一次 还是会有压力的 但是其实拍下来的时候 反而不会去想这方面 因为注意力都在 当下的这个角色当中 只要去想好 怎么去把这个角色去诠释好 我的造型还蛮多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重复的吧 是因为就是有这个 男孙原本的家境的支持 我还在学校的时候 她就是白衣飘飘长裙 然后牛仔裙 平底鞋 球鞋 很简单 随意又有那么一点梦幻的 到了后面有事情了 要去还债了 开始把自己武装起来 然后西服啊 西装啊 然后高跟鞋啊 就把自己的气场调起来 都是按照不同的时期 然后经历的事情 人物的心态 还有事件性 还有就是比如说 她要去工作 还是说比如说去郊游 然后来做一个定位 像我们配饰也是啊 讲的说她一共 戏里有两块表 刚开始是一块比较好的表 后面的话家庭的原因 然后就换了一块父母的表 根据人物的心态 然后跟角色 然后跟她的收入 都是要有一个调整 蒋南村 她生活方面的时候 也是很自然随性的 很舒服的这种 对 我平常也很喜欢这种 我觉得还是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 不能说现在留些什么 就去追求什么 希望蒋南村可以一直的 爱恨分明 不为己心 是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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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愿意的